這題也是一個圓密定理 這是一個外密定理 就是兩根弦 A B B C 的焦點 是在圓外 圓長線的焦點 這個圓外 P點在圓外面 好 那現在的話 就是這個乘以這個 會等於這個乘以這個 那是怎麼來的 我們現在 給它做補路線 我連接 B C 跟 A D 那我現在考慮這兩個三角形 這兩個三角形 這一個三角形 跟這個三角形 這兩個三角形會相似 就因為 因為這個 腳B 等於腳D 對什麼呢 對那個等弧的AC 那腳A 等於腳A 這兩個三角形 它共同擁有這個腳 這共腳 所以我就想了 三角形A VC 相似於三角形 A 不對 不對 這是P 三角形 P VC 相似於三角形 PDA 三角形 PDA 什麼性質呢 AA性質 PDA 所以我就想了 這個角對應邊是PC 這個角對應邊是PC AP AP 是PAR PA 這個角對應邊PA 以上呢 這個角對應邊是PC 會等到什麼呢 會等於 然後 然後 就這個角 這個三角形 這個角對應邊是PD 以上這個角對應邊是P PB 那這樣就得證了 所以就得到 以PA 乘以PE 而會等於PC 成以PDA 這樣就得證了 好 好 好